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资打的密密麻麻 最后一句啊 这前面我就不谈了 最后一句说 霍远哥 你为什么只看TVBS的民调 他一问这个问题我心都凉了一半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根本就没有关注我 表示你真的是路过的 因为我为什么只看T台的民调 我在费力晚餐讲的N次啊 我都不好意思在TVBS讲 现在变成我在拍T台的马屁 哎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衰败到这个地步我能讲 你多久没看到中国时报做民调 中国时报啊 你多久没看到他做民调了 那联合报呢 联合报前一阵子舔锅舔成这个样子 联合报的民调能看吗 这这种路过的网友我就比较 你为什么只看T台的民调 那你要我看什么民调呢 你要我去看零传媒的民调吗 零传媒那怎么会是民调呢 鬼打架 网路调查就网路调查 装成像这样做成民调这个样子 哎 我都不忍批评那些 这莫名其妙 不是看到数字就叫民调 还在那边分析 哎那他掉几%他掉几% 他根本就不是民调 你怎么分析个啥子呢 那根本不是民意调查 好不好 那个连民意调查的编都摸不上 不要被人家 那我刚刚就跟你讲说 最快明天最晚后天 礼拜四礼拜五 T台就会公布他的 到时候再来谈就好了 那市面上的民调几十种 你要相信哪一种呢 你要相信哪一个呢 好 2019年的笑话 容我重复一遍 这个 那时候民调也是蛮天飞 每天这个各种 莫名其妙的民调一大堆 然后就有人讲说 哎这样子 那我们把最近这五个民调 加起来除以五这样子 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把五个民调的数字 加起来除以五 这个 我没有骗你啊 真的是 有人说把五个民调 加起来除以五 我也只能摇头 只能摇头 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 这个不急啦 这个 明天 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 T台这些 反正我也不要再 为了那种路过的网友 再解释个啥子的 那表示你平常也没看我节目 你一来就问问题 然后我要回答你 就不要 它是你那个字顶的贴的嘛 好谢谢 最近有些网友会跟我点菜 第一个是这个EZMY啊 我之前讲那个馆长 跟侯友宜 侯友宜不是参谈他的专访吗 我们待会会谈很多馆长 就慢慢来 然后呢 EZMY就在聊天室 这个点菜 惠恩哥 这个侯友宜讲得哩哩哩哩哩 你应该上个字幕这样子 叫我去上字 好了 那我就只好去上字 这个找一个AI自动上字的APP 这个其实讲起来也是强迫我自己 move on 这个好好学习 奋发向上 天天向上 那就找了一个APP的免费软体来上字 然后呢 今天中午直播呢 换另外一个网友 叫林Cam 这个从来没看过了 也不熟 这个林Cam说 惠恩哥 你要把你的影片 剪成短片 我想说剪成短片是什么意思 就原来他讲的意思是YT的那个shot YT的那个shot 然后有个路过的网友 因为我那个影片本来是1分39秒吧 我说会不会太长 有一个路过的网友 我又忘了是谁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后来就被骗 我就傻傻的没关系 我就去传这个档案 想办法要把1分39秒的影片 传到这个YT的短片上面去 结果惨遭拒绝 他YT short 有点像抖音的那个秒数限制 他只能让你上传60秒 60秒 他的限制就是60秒 你超过60秒的 他就不认为是短片 他就不定义那个是短片 那所以我知道 重新再剪一支 剪一支59秒的 当然有些片段 你必须取舍 你1分39的 你要把它剪成1分钟 你就要取舍 我就剪成我请阿智把阿智聊天室帮我贴一下 时不时再贴一下 那既然这个Lincan叫我贴的这个短片 我也贴了 那就请这个 各位好朋友 东东你的这个奶油桂花手 帮我这个点一下 这个捧个人场 好不好 这个人真一口气 佛真一炷香 就这个道理 好吧 拜托大家 因为我们跟馆长不一样 阿智给我那个框 给我那个框 馆长 因为馆长人家开直播 对不对 动辄 一万 那我礼拜一 礼拜一那个婚恩看社会也有那种 其实都是很出笔的 这种 但没有关系 我也习惯了 就是都没看过名字的 突然跑进来聊天室说 郭正亮直播2万人 你怎么才这么一点人 这我的我的直播跟亮哥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亮哥他的对手是馆长 他跟馆长是同一个等级 郭正亮 想要有流量 就要找亮亮 亮亮就是 亮哥 他是流量的保证 所以你要有很好的流量 你要找郭正亮 我是没有流量的 郭正亮跟馆长 他们都是自带流量的 所以他们的流量很高 那他们也进来说 你郭正亮 这个同步观看两万多人 你为什么只有这些人 礼拜一每个礼拜一晚上九点的 婚恩看社会YT观点频道的直播 来的都是我的铁粉 这个仗义都是土狗辈 复兴都是读书人 我们这个辉文君的铁粉 陪我聊聊天 就交代过去了 我跟你讲 我的线上同时观看 如果也是两万人 我就跟那个月云棚一样 那个春晚的那个月云棚一样 我马上就膨胀了 我只要线上两万人我就膨胀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以流量取胜 那没关系 该讲的要讲 该做的 因为我也不是很羡慕他们那些人 你流量很大 是你有本事 那问题你讲了什么 来 我们从这边 这个716的凯道抗议 这个馆长 他有点像这个 这个检讨会一样 就所有批评的人 他就这个 睡眠 像四叉猫 一些 一些绿媒批评的 他都骂 我觉得馆长这有点 因为这个活动 没有什么成功与否 就那活动是一个过程 主要是说你的活动诉求 司法改革跟居住 有没有办法实现跟落实 你活动成功与否 有什么 活动都结束了 我就觉得馆长太 这个得失心太重了 那任何质疑活动的 他都是 你也知道馆长的风格 因为我今天去捡他的袋子 我也是很痛 他动不动 就是因为我要去躲 他的三字经 我不能播三字经给你听 在动不动 就是什么 叉叉叉 圈圈什么的 这种 因为他习惯 这也是馆长 他的风格 就是 三字经 五字经 这样飙 可是人家 馆粉一大堆 百万网红 你看连侯友瑜都要 委屈求全的去找馆长直播 之前的柯文哲 更早之前的韩国瑜 你看馆长被开枪 蔡总统要去送水果 蔡总统也不敢得罪这个网红 高家瑜还跑去他的病房 唱歌给他听 这个其实 我就跟你讲 很现实 你说流量也好 声量也好 影响力也好 本来这个社会 他就是笑评不笑唱 他们会认同 馆长三字经 五字经 他们没关系 只要他有流量 可以秤 就好了 那你看一下 看到画面上就说 当天在凯道抗议 这个有一个女学生 这个举牌抗议 其实他抗议 他不是骂馆长 也不是骂黄国昌 他是在讲说 柯文哲歧视女性 结果很遗憾的是馆长 既然用这种霸凌的方法 把这女学生给骂了一顿 就是 我实在是觉得 馆长基本上没什么风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现场是你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馆长 支持黄国昌的人 才会在礼拜天的下午 这么热的天气 跑去捧你的场 那你说这个女学生 他举牌抗议 他也没闹场 对不对 他就呆呆的站在那里 有怎么样吗 这惹着你了吗 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就只能去歌功颂德吗 只能去称赞黄国昌 称赞馆长 称赞柯文哲 像那个时代力量 那个婉婉玉就被呛 这女学生 他戴着口罩 他站在那里举着牌 就像你画面上看到这样子 他有得罪谁吗 他有妨碍你活动的进行吗 有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容许 这种不一样的声音呢 那你这办的什么 你就是党同伐异嘛 这个我办的活动 只能支持我的 不支持我的都不能来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你这个就不是社会运动了 你可以开你的直播 就是叫你的管粉 谁呛的你就围剿人家 那是你的直播啊 你这个不是直播 你这是在凯道啊 你不是自称是社会运动 公民运动吗 为什么要公审人家呢 这才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啊 北厘晚餐 我是陈辉文 来 我们讲这个公共电视啊 公共电视 就是公事 公共电视的公共是什么意思 公共电视 公共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刚刚就讲说 这个馆长跟黄国昌 他们在凯道办的活动 那你说这个是 这个社会运动啊 公民运动啊 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党啦 不是为了选举啦 你诉求就是司法改革 跟居住正义啊 什么的 那这个抗议的朋友 他对柯文哲有意见 不可以吗 因为各位这是不一样的 譬如我拿我自己当例子 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这个频道 是非谍电台的非谍联播网 然后我们这个是广播 广播跟网路同时同步播出的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广播呢 它是公共媒体的一环 广播啊 广播跟电视都是公共媒体 所以他必须受NCC的管辖 NCC是管得到我的 因为是广播嘛 那网路呢 网路是不一样 网路是自媒体啊 网路这个NCC是管不到的 所以换句话说 馆长在他自己的直播 或我自己在我的YT的直播 我不高兴我就ban人啊 为什么 因为是我的直播啊 我的媒体 我的频道啊 我今天中午也ban了 10几个人 今天来乱的人比较多 我ban300秒 或是永ban的家家应该十几个啊 我就一边开直播 一边在ban 或者那种乱讲话的那种 我就乱ban什么的 那这个是因为网路跟广播是不一样 所以馆长你今天你上凯道办活动 好不然你就事先讲说 只有支持我馆长跟黄国昌的可以来 你要先讲啊 人家女学生站在那边 我不晓得她到底得罪你什么 我播给大家听啊 因为这个是特别简介过的 没有任何三字经 我不能不能害到我们电台 没有任何三字经 你听听馆长讲什么 来 你们这些人哦 你们这些学生哦 摸着良心讲话 不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做这种事情 我看不到 不是但不是说我支持 总统他们自己去选 但是你做这种东西 你在干嘛 你真的他真的歧视吗 这个我我因为他漏漏等 他直播能开开一两个小时啊 好这个直播开的有点长 我我只截了一段 那你要想说我去这么长的段 多天要找出这一段 也也是折杀我了 我要检测带子有点困难 除了避开他的那些 这个三字经五字经之外 他也是东扯西扯 跳来跳去 好那这个馆长他的质疑 就是说这些学生 因为我们也知道学生有一般学生 有政治学生 还有职业学生 这是郭正亮教我的 职业学生就是收钱的 政治学生就是配合政党跟政客 搞活动的那个叫做政治学生 像赖清德不是跑去东海 然后刚好有东海的学生会会长跳出来 你的补助我好有感哦 这种的 这个在我看来那个就是政治学生 赖清德的政策你全力支持 然后赖清德去东海 他刚好会遇到你 奇怪我都不会遇到他 你就会遇到他 我才不相信 好你再告诉我是巧遇好了 我刚好遇到赖清德 你管我 我有这么好骗吗 我看起来像笨蛋吗 你要告诉我说你真的巧遇赖清德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那职业学生是拿钱的 那就更糟糕了 之前的这个 这个在戒严时期有很多职业学生 宪明 布建 当时的人二 那么控制职业学生那当然就更令到 政治学生是很多 像林非凡啊 陈维廷啊 这些都是政治学生啊 高嘉宇当年就是台大学生会 那个也是政治学生啊 他们当时就在台大就是啊 啊 然后毕业之后马上就加入民进党 马上就重振了 就这样子啊 他当时 PTT里面一堆都是绿的啊 当年PTT的新闻部长就是高嘉宇啊 他们是一条龙式的这个这个这个作业啊 好 那馆长你说质疑这个学生说不要配合民进党啊 来给我那个馆长跟那个蔡英文那个那一张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不要配合民进党啊 我请问馆长那当初配合民进党不就是你吗 你不是跟国防部拍个什么举光原地 然后刚好三军统帅去巡视 他刚好遇到总统 那些馆粉你相信馆长在拍举光原地会刚好遇到蔡总统 你觉得这个是巧遇吗 这么巧 这跟东海学生那有什么不一样 跟柯文哲遇到柯之恩有什么不一样 跟颜宽恒遇到柯妈妈有什么不一样 这都是假的啦 这个都是套路啦 所以馆长你说不要配合民进党 以前配合民进党不就是你吗 你是配合民进党的始祖啊 你讲人家配合民进党 那以前你不是跟蔡英文一搭一唱吗 跟蔡英文这样子合拍举光原地 然后每天骂国民党啊 不就是你的工作吗 你现在 暗时吃西瓜翻证了 开心美瓶进党 少来这一套啦 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 好啊这我们回来那个框 来我再给大家听一次 重点在最后一句 你看前面馆长讲的顿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剪接 我就顺顺的这样子录下来 重点在他讲的最后一句 来我给大家听 你注意听他讲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来 你们这些学生摸着良心讲话 不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做这种事情 我看不到 但不是说我支持总统他们自己去选 但是你做这种东西 你在干嘛 你真的要真的歧视吗 好来来来那这下一个标第六标 他真的歧视吗 这馆长的大哉问 那没关系啦 因为大家都要摸着良心讲话就摸着良心讲话 我想请问这个馆长 他这个学生他 他指控柯文哲性别歧视 有什么哪一个是错的 有哪一点是污赖的柯文哲 抹黑的柯文哲 曲解的柯文哲 我跟你讲 我要特别跟这个同学讲 要认真 柯文哲歧视女性不是只有这几个 你那个奴隶的根本 馆长问说 他有歧视吗 那就表示说 馆长你也没有去看这个同学 他手上拿的东西 你怎么问网友说 他有没有歧视呢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 我不是要去蹭馆长 我也没兴趣 坦白讲没兴趣 馆长也没有选总统 馆长讲话说 我也没支持谁 柯文哲去上直播 你懂那一百万 就说你没有支持谁 我在边呛馆长 你自己摸着良心讲话 你没有支持谁 那侯友宜去上直播 你为什么不懂那一百万 少来这一套 你就说 你就直接说 你支持柯文哲 不就交代了吗 遮遮掩掩干什么呢 好没关系 我也不跟你计较 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的重点不在于 馆长 也不在意这个 这个抗议的学生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 这个学生的诉求 第一点 他说 有些台湾女性同胞 直接上街吓人 这个就表示同学 你说你是政治学生吗 我觉得你的准备 是不充分的 柯文哲的原话 是什么 我讲给你听 这些 这每一个 我都倒背如流 这个都之前 我们节目多多少少都讲过了 所以我说这个同学 其实不够认真 我讲实在话 你不够认真 柯文哲当时讲什么 他说 日本的女生 都会化妆 化妆 makeup 会化妆 日本的女生都会化妆 然后台湾的女生 很多都不化妆 就上街吓人 惊吓得下 吓人 这是柯文哲讲的 所以显然这位同学 你的描述 不够完整 当然我不怪你 因为你显然不够专业 不怪你 我就跟你讲 馆长跟这个女学生 不是重点 我请问大家 柯文哲这样子 是不是性别歧视 日本的女生都会化妆 然后台湾很多女生 不化妆就上街吓人 这个算不算是 性别歧视 算不算是物化女性 你觉得算不算 你觉得呢 这个有 有对 柯文哲讲的 我也没有加油添出啊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 这样子支持柯文哲 是合理的吗 我为什么前几天 跟前几天讲说 我说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支持柯文哲 这些年轻人完蛋了 年轻人就是盲目 柯文哲讲这没关系 甚至是年轻的女性 你自己是女性 你还支持柯文哲 那我也祝福啊 柯文哲说 陈以珍 这是以前代表国民党 参选过的这个陈以珍 陈以珍以前是我们 非谍的记者 然后到电视台当主播 但他到电视台 因为他他这个 这个家族的关系呢 他就这个国民党 有这个权力栽培他 栽培他的人 你一定听过 最近很有名 最近很多人在围剿他 权力栽培 陈以珍的人 叫做金小刀 没错 就是金小刀 当然也跟马总统有关 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个 地方派系的问题 权力的这个 当陈以珍 有很努力的选 但是没选上 然后 柯文哲这个很多年前 柯文哲那时候讲说 哎呀 陈以珍很漂亮啊 应该去坐柜台 柜台 柜台美少女啊 总绩小姐啦 柜台美少女啊 陈以珍很漂亮 应该去坐柜台 他完全忽视陈以珍在 政治新闻上面的 投入跟专业 他不要就觉得你很漂亮 你一坐柜台啊 这就是柯文哲啊 我有哪一句是 瞎掰的吗 我都可以娓娓道来 因为这个都是旧的啊 这些都不是新的 这都是以前柯文哲讲过做过的事情啊 那馆长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问那句说 他有歧视吗 他真的歧视吗 那馆长你是怎么 馆长你不要愧对你的 百万馆粉啊 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是帮你当偶像啊 那你觉得这个 这种人应该支持吗 就认为说你很漂亮啊 你就去坐柜台啊 柯文哲讲 他说外籍新粮已经进口三四十万了 进口 其实他应该讲是外配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 这个种种的关系 我们这个 譬如说东南亚国家的这些 新著名的朋友越来越多 他说进口三四十万 他就把你误化嘛 你外籍新粮是进口三四十万 你跟货物是一样的啊 在柯文哲眼中你就是货物啊 你是东南亚国家 你的货物啊 所以外籍新粮 进口三四十万 这他讲的啊 年轻人在乎吗 柯文哲讲话很好玩啊 外籍新粮进口三四 那如果你的 你的妈妈是外籍新粮 外配呢 你也会觉得你的妈妈是进口 进口三四十万的其中一个吗 然后你还要支持柯文哲吗 这哪一句不是柯文哲讲的 哪一句我 这个都是 我觉得我跟各位讲 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旧文啊 我可以给大家看 我根本不用Google啊 我这干嘛Google 这你只要在台湾这几年 你有关注过柯文哲的新闻 这每一条都是旧的啊 柯文哲说啊 妇产科剩下一个洞 他自己是医生的 妇产科就一个洞啊 哪个洞 柯文哲你告诉我 妇产科是哪一个洞 柯文哲就这种人啊 这样子年轻人 柯P柯P柯P 我们要支持柯P 你去支持柯P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you a xx 我无所谓啊 你柯文哲当选总统 我就离开台湾 我无所谓啊 最近很多 莫名其妙 那你赶快走吧 他当选我就走啊 有什么问题呢 柯文哲当选总统 我就离开台湾 这有什么问题 你们 祝你们 幸福美满啊 我无所谓啊 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 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为什么 我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我会吐血而亡啊 我不要啊 我有这个高血压什么的 外外气气 不要啊 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 因为台湾也不缺民嘴啊 民嘴满街跑啊 而且民嘴大部分都是垃圾 说不定也很多人认为我是垃圾 没有关系 柯文哲当选总统 我一定要说到做到 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柯文哲当四年 我就离开四年 柯文哲当八年 我就离开八年 就这么简单 这没什么好那个的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户籍法有规定 两年如果没有回来要被遗籍 不过我每年都会回来 每年都会回来干嘛 要回来扫墓啊 我这个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儿子 这个扫墓这个事情要我来处理啊 这个慎重追缘还是要的 这个要回来看一下 这个每年还是要换 柯文哲当选总统 这国家基本上就没救了啦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他这个同学讲的有什么不对吗 柯文哲说 他比喻这个都根 被强暴的比被右肩的便宜啊 都根啊都市根心 被强暴的比被右肩的便宜 你觉得这个人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强暴跟右肩 他就这样 他在乎这个他觉得无所谓啊 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啊 对不对 有很多媒体人跟名嘴会帮我讲话啊 我只要讲错了 他们就帮我擦脂抹粉啊 怕什么 对不对 这样子乱讲话 民调还迎侯友宜耶 不是吗 这些都是旧的 这没有一个是新的啊 这些都是旧的东西啊 我随便乱讲 台湾社会对我很包容啊 乱讲话 歧视女性性别歧视 这样子的物化 你看侯友有多烂啊 侯友移民调输我啊 这个就是柯文哲啊 匪夷所思对不对 听不下去对不对 这哪一句不是他讲的 馆长 不要修理学生啊 你要认真的看 我们要先进广告 我们回来后面那几个再念一下 我跟你讲还不止耶 不是说我要柯泽那个同学不认真 哎呀柯文哲 这些年来干的这些叉叉的事情 这样子还可能会当选 飞里晚餐我是陈辉文 之前给大家听的都是短版的 这个亚斯伯格症 来我再给大家听是短版的 那个阿兹画面先牵过来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患者 你如果是的话怎么做市场 你根本沟通协调能力就有问题 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没有啦那个亚斯伯格症是我大儿子的 我是没有 好那给大家听这个长版的 这个是之前在2014年 三立的争论节目 陈匪娟专访 这个柯文哲来来来 你没有听到旁边的250人在那边笑 这个就是柯文哲对亚斯伯格症的态度 还有一些XX的网友来帮他辩护 你要帮这种人辩护吗 他跟他太太吵架拿这个来说嘴 容我提醒你 他太太也是医生啊 你看这两个多没医德啊 你自己的小孩有这个病 然后你们两个拿这个来说嘴 莫名其妙到极点 另外一个是在台北市议会 来这个比较短 我播短的就好 因为后面我怕我会讲不完 我播短的给你听来 你到底是不是亚斯伯格症的患者 我也不晓得 没有政治诊断 这个是在台北市议会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欣宜 咨询他 他就没有诊断 那没有诊断你这些年 是怎么消费这个病啊 来我给大家听这个是 三立的政论节目 这个是史书华 他们之前帮柯文哲打选战的 这个2014年 2014年 柯文哲是靠台 这个台北市长 是靠民进党的礼让 民进党没有提名 民进党全党服选他一个 很多独派的人是出钱出力 终于把连胜文干掉的 他们好高兴啊 结果没想到后来被柯文哲背叛 好你听听看史书华 这个牙医 他怎么讲这个柯文哲的 来 他只会比自己是 一下比自己是康熙 一下比自己是庸臣 一下比自己是汉仙地 就是大家可能 私底下不知道的 就是他背后的操作 包括他2014 其实我们有多少的包装啊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柯文哲啦 就把你经历 亚斯伯格症 大家还有人觉得 他亚斯伯格症怎样 他的亚斯伯格症是假的 他没有亚斯伯格症 他就是当纯白幕 多少的包装跟操作 我要提醒柯文哲 当时帮你包装跟操作的人 现在都是你的敌人 其实2018年 已经有一堆人挑出来反他了 简余彦 姚立民 肖亚坦 当时帮你服选 都跳出来骂你了 你现在选总统 民进党不会现在出手了 如同金小刀讲的 决战三个月 我怎么会现在出手呢 民进党出手就是要你死啊 当初帮你包装 帮你操作的 现在都站在你的对立面 人家都准备好了 你看他去年 去年他去参加王伟中的节目 他讲什么 伟中兄 有空听听非得晚餐吧 你不要那么好骗好不好 你听柯文哲讲什么 来 我那次有点咬 是某某这种特色 就很不喜欢看人脸 第一次上节目就上陈文健的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看他的脸 他很生气 叫他的制作人再排我上一次 我那次就 就只好一直看着他的脸 王伟中笑得好开心啊 两下就被骗了 你去看看柯文哲上少康的专访 他敢不敢不看赵少康 我不要再掉画面了 因为我后面讲不完了 你去看柯文哲接受赵少康专访 他敢不看赵少康吗 柯文哲去接受黄伟汉专访 他不看黄伟汉吗 就我刚刚讲的陈匪娟啊 阿官啊 这老朋友啦 好久不见了 他去上陈匪娟的专访 他没有看着陈匪娟吗 没有吗 你自己去看 他不是只看黄伟汉 赵少康陈匪娟 柯文哲是这样 我今天看得起你 我今天心情好 我就看着你啊 他去上王浅秋的节目 王浅秋什么叉叉 他就不看 他就不看 他就藐视你啊 他觉得你不重要啊 他敢这样对赵少康吗 他敢吗 我笑他不敢啊 这种趋炎附势的人 来来来来 没有关系 这个这个 那个阿智那个连结再贴一下 时不时贴一下 你自己去 因为我这个 我请阿智贴那个短片啊 那个林肯叫我 我剪的短片呢 那我跟各位讲 我不是许愿池啊 不是叫你叫我剪什么就剪什么 我是我顺手能做的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尽量做 如果我真的做不到的 我力有位大的 我也没办法 好吗 这等一下跟大家 这个先做这个说明 好 这个 我们再继续讲柯文 阿这切回来 那个 那个馆长 跟那个女学生的 柯文哲 歧视女性的 柯文哲说过 他说啊 这个 陈菊是比较肥的 韩国瑜 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 然后蔡英 后面还有一句 蔡英文是比较会念书的 韩国瑜 他不只是羞辱陈菊跟蔡英文 他连韩国瑜都骂进去的 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 然后蔡英文是比较会念书的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在柯文哲 心目中也是个叉叉啊 陈菊是 我记得她是讲比较胖 为什么变比较肥了 没关系啦 胖跟肥 同意志啊 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 这个就是柯文哲 那为什么 陈菊 你为什么要以貌群 陈菊是哪里得罪你呢 柯文哲对陈菊从来没句好话 柯文哲只要讲到新潮流 就是臭肥六丢 怎样怎样 就很像新潮流得罪了他什么一样 我真的不太懂 我真的看不懂说 新潮流到底得罪了你柯文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要告诉柯文哲 你看民进党的派系跟新潮流做对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民进党的派系跟新潮流对着干的没有人赢过 你要跟新潮流对着干加油 好不好看你是把新潮流弄掉还是新潮流把你弄掉 你继续努力了 我才不要管你跟新潮流什么恩怨 柯文哲说 女性越多的行业越没落 女性越多的行业越没落什么 女性越多的行业越没落 哪一种行业是女性会比较多的 这对我来讲 那为什么女性越多的行业就会越没落呢 可能我智商没有157 我听不懂她讲什么 柯文哲说 30岁以上未婚的女人向残障车位 30岁以上的未婚女人向残障车位 这什么意思 这个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不太尊敬 为什么向残障车位 30岁以上未婚的女人向残障车位 这个抱歉我数念了不过 这柯文哲讲的 再来 柯文哲说 30岁未婚的女性占30% 有国安的危机 30岁未婚的女性占30% 有国安危机 现在因为很多人 这个我不重要 现在很多人都晚婚或者不婚 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 少子化的种种问题什么的 30岁以上的女生 这个未婚女性 30岁未婚女性占30%是国安危机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这个水平 那去年的这个台北市场选举 2022的选举 柯文哲说 这个 陈时中那时候不是跑去一些 这个同志酒吧吗 跟四叉猫啊 他们不是合拍那什么 什么马桶的影片啊什么的 那陈时中是很认真在选 但是选的不好 那柯文哲就酸他 柯文哲说 明明就是宿租 演成林志玲 柯文哲讲的 这个没有在这个同学列的表里面 所以我这同学不够认真 你明明是宿租 却演成林志玲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标准 他觉得你漂亮你是林志玲 然后你不漂亮你就是宿租这样子 那明明你是宿租 要演成林志玲 他就这样子骂陈时中啊 黄珊珊你有什么意见吗 杨宝珍你有没有意见 我不晓得你们 你们这些女性跟在那方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柯文哲有政治的资源 政治的光环 还是要靠柯文哲吃饭啊 这正 刚刚念的这么多件 哪一件是 哪一件是栽赃抹黑柯文哲 每一件都是真的 包括馆长 我都帮你核实过的 这每一件都是真的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害怕想起来 你不知道柯文哲讲过这些话吗 你真的不知道吗 还是你害怕想起来 我现在这是柯文哲 干嘛去挖人家的 这个以前讲过的话 这个都是他以前讲过的 那这个参加游行的朋友 他拿一张纸在这边 他也没有叫嚣 他就默默的站在这里 不行吗 那你为什么公审人家呢 他里面有哪一句是假的吗 每一句都是真的 我还嫌他讲的不够完整 我跟你讲不止 柯文哲 我就说我之前 在这件事情之前 我就说馆长很叉叉 给我那个黄国昌那一张 大小黄来 我请阿智强制换画面 我才能强制进下一个题目 馆长之前在直播鬼红鬼 柯文哲就是不会说谎 我跟你讲 柯文哲如果会说谎 他不止这样子 柯文哲不会说谎 馆长 你不要笑死人 你不要丢人现眼 柯文哲不会说谎 这一句话就是在说谎 柯文哲不会说谎 柯文哲上台没多久 就闹了一个国际笑话 馆长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你在那边装疯卖傻就没事吗 柯文哲说 殖民越久越进步 被人家踢爆来还否认 还说什么翻译的问题 人家是用中文问你的翻译有什么问题 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说谎 说谎对柯文哲是家常变 他习惯啦 为什么 因为没事啊 你们会原谅我 你们会包容我 我有磕粉 会有人帮我擦脂抹粉 我是在怕什么 柯文哲不会说谎 馆长差不多 他不会说谎 真的是太可悲了 来来来 我跟大家讲这个 今天自由时报这张 这个黄国昌的违箭 坦白讲 我不知道他违箭 长这个样子 天哪 那个谁好意 黄国昌的违箭生这兄弟 还占国有地 你不是跟我讲居住正义吗 黄国昌你不是律师吗 你不是法学博士吗 你是不是每天讲东讲西吗 你自己呢 你不是要扫黑 什么什么司法改革 你不是要当法务部长吗 我问你 你这样怎么当法务部长 还是你要当法务部长 cover你自己 这不是很离谱吗 你自己弄成这样子 你每天骂别人 我跟你讲 联合报前两天 那个黑白集还乱写 他写说民进党追打 韩国瑜的什么 什么土地什么的 我对联合报黑白集的社论 我只能给零分 我跟你讲 2020总统大选 莫名其妙追打韩国瑜 李嘉峰 他们那个云林的 那个什么沙石地 那个是谁 Exactly 就是黄国昌 我想请问联合报社论主题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写什么社论 你有什么毛病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也在写社论 笑死人了 不是民进党在打 当时对着韩国瑜 穷追猛打的人 就是黄国昌 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是在 我要请问 何欧怡 我要请问那些 支持蓝白盒的人 就刚刚 奴隶的柯文哲部分 性别歧视的例子 讲给你听 我请问你谁还支持蓝白盒 就爱点你 UFO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